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老树笔下的民国人物 嬉笑怒骂 插磕打混 有人说老树开创了新闻人画 老树却从不说自己是画家 我以时常对自己要有一个基本的定位的话 我想我是一个手艺人 待到春风吹起 我看花去看你 说尽千般不适 有意总在心里 这名头戴草帽身着长衫的男子 时常出现在老树的画作中 时而泛舟江湖 时而光花赏草 画作中浮现的乡野情绪和浪漫气息 令无数现代人位置着迷 而这其实来源于老树的个人经历 和幼时生活的记忆 画这个小儿的主要原因我不说话 最早是来自于我做关于民国的研究 当时就觉得男人一袭长衫 很好看 好像穿上之后也不存在肥瘦问题 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山里 山东农村的山里生活 这种自然的经验确实给我很大帮助 一开始很不习惯这种生活 所以你必然对那种乡村的经验 会有一种很想回到那个状态 或者说既要享受城市里的这种 各种生活的便利 同时又希望人籍之间保佑的 这种乡村之间的纯普感情 这是不可能的嘛 但是人总要有这么一种想法 自2011年7月开始 老树在微博上发布画作 迅速成为热门 目前已是有200万名粉丝的网络大V 他将画作节级出版 著有《花嫩开》、《在江湖》作品的背后等书籍 曾在澳大利亚、法国等地举行展览 法文版《简单而平静的生活》获得热销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面临的问题 内心的焦虑、喜悦的那个兴奋点都差不多 老树以化文明 而实际上老树本名留术友 史名教书将 也是影像评论家、摄影策展人 1983年 他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 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至今 1979年我们刚入学 天洋艺术博馆正好有个展览 是馆堂展 徐碧红、七外石和黄明洪的一个展览 一进门我记得迎面挂的是 徐碧红的一张奔马 朝前跑的一匹马 一切都有特征 一切都惹起我花花的兴趣 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某种可能性 但自己不知道 他需要遇到一个契机 就是说一切都被点燃了 你可能就成了 老树疯狂地爱上画画 一度想从南开转到天津美院 把业余时间和零用前一股脑投入到画里 我一开始画的就是画国画 主要是画花鸟 画花鸟想得比较容易 你画得准确了 你画得特别准确了 那可能就像宋慧宗那样的 画得特别不准确了 那像八大那样 反正他没有一个形嘛 大学毕业后 老树申请到大学教书 私心是不用做班方便画画 老树的画机日益精进 别人夸他画谁像谁 他却为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而失去了画画的冲动 1986年老树就此戈壁 我这人很好奇 我遇上了一些不太清楚的事 我就特想搞明白的 尽管搞明白之后 往往很失落 不再画画的老树爱上了摄影 并开始从事摄影批评 与老树画作中风花雪月的形象相反 所为摄影批评家的老树 更关注直面社会现实的既是摄影 二十多年风华岁月 一两百万字挥之方球 但他希望通过艺术的形式 改变社会现实的理想 却屡屡碰壁 你们拍了这么多照片 也获过什么大奖 但是对那个 对你所拍的那个对象的状况 你能有所改变吗 没有改变 那我们在忙活什么 真的 你现在有点退燃的 他妈就坐下来了 原来一直在跑 现在就坐下来了 现在想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 他能不能让自己尽量地觉得好一点 2007年陷入困顿的老树又遭遇父亲重病 苦闷中他重拾画笔 寂寻水墨 却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老树的画 与杖山 石树 寸马 斗人中 尽显人生旷位 那玩雇原的小溪水 不断地从老树笔下流淌出来 也化为焦虑的现代人 心头的一方慰藉 11年 你想这就开始 有微博嘛 把自己的画发出去 才给别人形成一个交流 慢慢才被别人感知到 水墨音韵的小品 配戏学的诗句 荡薄名利 却又不忘初心 融入自然 但不时世间风味 这就是老树画画 为什么辽薄心弦之妙 每一条微博 都能赢得数千个赞和转发 作品还出现在央视春晚 然而树大招风 引来不少质疑和恶意评价 已到知命之年的老树 倍感压力 画一张放上去之后 就有人说 这个人就说我是盗版 你平时你发这张画 一片弹样 这是一片麻麻 这就是江湖啊 江湖就这个样子 有着文人的情怀 和媒体研究者的自觉 老树用这样的视角 理性观察 冷静面对 并以书画的形式 诠释心中的江湖 如今老树正在策划 一本新书 叫《雾园》 城市肯定不是你觉得 最美好的一个家园 你老觉得你的故园 故乡是你的家园 后来发现已经不是了 那我们在哪里 叫前不着孙后不着点 进不得退不得 这就是人现在的人的一个最尴尬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说我做画干嘛 就做梦啊 一针一换 你说它是真的吗 好像现在不是这个呀 你说它是假的吗 你过去仿佛也经历过那么一个 貌似是真的那么一个时期 春风渐渐起 以花看飞红 想想世间事 古今无不同 整天在地下干活嘛 也克了一个地下工资 过去一说地下工资 这都是特务嘛 不得了 感谢观看